刚退出伊斯兰党的国会议员马夫兹在讲座会中 要求选民支持年事已高的敦马哈迪当首相时 更将敦马和同样高领的彭亨苏丹阿莫沙殿下做比较 掀起轩然大波 警方已经接获大量投报要求彻查马夫兹 而彭亨摄政王东姑阿都拉昨天也对他的言论大为不满 警方昨天下午致电马夫兹要求驻查后 这名独立议员今早10点15分 在支持者的陪同下抵达几打警察总部 进入警局前重申自己只是要强调 年龄不是问题 本意绝对不是侮辱任何人 吉他刑事调查组主任米奥证实 将援引刑事法典504蓄意侮辱及破坏公共安宁条文 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-1 不当使用媒介散播虚假消息条文调查案件 击打警方只是扮演辅助角色 彭亨刑事调查组将全权负责这宗案件 请不吝点赞续